好了 下一套 下一套我覺得是OK的 流浪神差就是流浪神 這套是我看了動畫三四集之後 我已經不及求在那樣去看了漫畫 漫畫都可以的 但你反而看不完動畫 不夠時間而已 我也會看的 這套就是流浪神差 應該講野良神 野良神差都可以 最主要就是講 有個很倒霉的神 神明 落魄的神明 野斗 他四處餵眼的故事 他餵甚麼 他的良心企業價每次五日圓 他做甚麼都是五日圓 其實是挺大的 但如果是說要 他砌到他要起個神社 都不知道要做到甚麼時候 不可能地價這麼快 那動畫應該講了幾篇 剛出完坤三五天 我知道的 因為其實動畫 我看了第八冊 但其實前置的故事 其實他砍了幾多 我覺得是尺度 尺度問題的東西 因為本身阿雪 雪陰 雪陰 其實他的劇情是 改得很厲害的 因為雪陰其實在漫畫的前期 他是一個任性和他做的行為 其實是有點討厭的 很小的 很小的 怎麼說呢 例如漫畫 他有一部份是 崑婆婆錢 你知道野斗是收五日圓 他追加收一大筆錢 是崑人錢的 這個是為他自己 還是為野斗 他自己 因為其實這一節 對應分是動畫 他知道自己 不會被人留意到 他偷滑雪板 他偷滑雪板 那一下 那一段劇情 其實是有很大幅的章節 處理 因為那一段劇情 涉及漫畫 其實是說兩三話的內容 就是說野斗如何承受 雪陰 他帶出來的 打錯 的禍害 其實令到雪陰 就是知道自己 究竟犯了什麼事 他帶出了設定 即是當他的神器 是跟野斗建立了一個契約關係 契約關係之後 那個神器做了一些 有問責制 還要是上級問責制 就不是報應在神器身上 是報應在主人身上 而神器的智覺就是在於 因為神器可以隨意去剝奪 你的聖靈 令你變成野良 因為他的動畫有提過 神其實不是人 神不會用人的道德規守 做任何事情 他覺得全是沒問題的 神器本身是人 死了之後變成人 而是神器就是 其實我覺得 這個動畫 我覺得動畫未能做到 其實有說到 其實神器自己的操守 其實 漫畫方面這方面做不到 但動畫 尤其是在雪陰這一節 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說 一個神器 一個死而復生的人 但你已經不是人 不是人 怎樣去自處 在這個世界裏面 尤其是夜斗這些 居無停所 居無停所 流浪 街日公眾環境又差 福利又差 日公又低 沒有辦法 你叫人家對面說 他賺了5日圓 你想他買什麼給你 你看到杜真 杜真那邊 整堆女生 他都不知道多麼 happy 其實是否他設定到 所有神都是收5日圓 不是 多數 多數 其實是 五日圓 其實是說 你好像是 扔到那些 那些錢箱 但扔多少其實是隨意的 不過是夜斗是收5日圓 他跟他結緣 他不是因為沒有那個錢箱 所以全部收的 這件事是 跟夜斗 即是剛才 有馬說的結緣 其實是跟夜斗本身 他的特性是有關係的 不過現在在動畫中 還沒說 應該沒說 所以你當5日圓 他好像 堅持 一個堅持 他作為一個神的堅持 所以是一個很無謂的堅持 他堅持穿運動衣 沒有錢 他永遠都是穿著那一套 所以 不過你說 老實說 我不是真的看了漫畫 其實我對那一節的處理 我又未去到原來有這麼大的差異 反之之後 其實他剪接得好 我覺得他會令到 就是說音的角色 在前段沒有那麼令人討厭 因為他在這個位置 其實說音的角色定位 其實是挺討人厭的 其實是 他有的 動畫中期 其實在做昆森門編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帶到說音 他為主線的那條線出來 那段的期間 反而是說音的行為 會變本加厲 反而是做很多的 他就帶到後面 對 我想他集中整理 對 他集中整理 不過其實 就算他跟著原本的劇情 應該不需要 不過你說如果跟著原本的劇情 我覺得 他的考量是在於 就是說 他因為只有一個 他要調節那個時間 因為不是 他要這樣 他將要面對整個昆森門編 要去做完 但動畫其實有少少奇怪 因為他變了這個 你看初期 你會覺得說音好像挺乖 但是去到那一篇的時候 突然就好像變本加厲 變成一個壞 因為這樣 其實這個位置 是在於 本來女主角 日和 他在偷畫版的時候 其實是有勸戒過 說音 而這個位置 其實說音好像是明白了一些事情 畫面的處理上 而 所以會令到之後 你突然去變本加厲 那裡會有夜行者 那個奇怪的感覺 在那裡 因為那個位置 好像已經是解決 前面 我也以為是解決了 我也以為是 但後面突然又會做出來 又會做出來 是這樣的位置 就是 他的狀況 就好像被人看到 原來如果他有監護人在旁邊的時候 他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如果一沒有的時候 就會 控制不了這樣 當然 除了 日和 野斗 還有 這個是主角群 主角群 還有 助拳人的就是 小福 小福 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隱藏boss 他的角色 其實他是為了帶出設定一件事 其實每個 神現在的名號 其實可能是 叫做 習明 最為人所知 但其實他真正好像小福 其實是這個 偏向 貧窮神 貧窮神 沒有人這樣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 他不像貧窮神 反而是男主角是貧窮神 反而是夜斗像貧窮神 先都不先下 不是貧窮神 不是你的樣子 只是你的能力 不是貧窮神 不是他自己貧窮 是他貼在他的人貧窮 所以你明白為何夜斗會出事 OK 夜斗貼到他多 所以他貧窮 就算媽媽說到 很多人是 如無必要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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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先去找他幫忙 不是任何情況 最好不要找他幫忙 因為一找他幫忙 就很大事 先都不先下 而且本身小福的威力 都很廢 他是天災級的威力 所以任何人都說 未到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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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 當然 你想想 在香港生活的時候 武善是一個天災 到底是武善是天災 你搞錯了 然後大黑 其實 某程度上 其實是雪茵的初期的隱老人 你可以說是 怎樣成為一個 因為他 大家都是神器 其實在主角行裡面 其實作為神器 只有他一個 他接觸最近的神器 就是大黑 所以他會不會類似是一個師父的身份 但他又不是很直接去教導他 做為神器 應該怎樣 因為不同的神器 有他不同的神 不同的神有不同的方式 因為這個會後期 後期會說到神器 我剛才說神器本身自處 那件事 漫畫之後有觸及到的 有少少觸及到這件事 其實也是 除了《夜斗》的故事之外 其實神器 其實在《野樣神》這本漫畫裡面 其實是觸及了很多 即是不同的神器 就算對自己的主人 都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有些是 可能是 某程度上反支揮了主人 有些是禁忌的神器 野良 野良 野良不是禁忌神器 野良其實是 他的故事裡 動畫都有說 野良的前提就是 你那個神器 一對多可以 你是有多過一個主人 所以你才成為野良 特別一點的神器 他不是一個主事奉一個主人的神器 野良 一個也是打一份工的 但是你可以打幾份工 就是別人要你做 即是你不夠忠誠 其實你對那個神 你不是唯一對一個神的忠誠 如果你說這樣的話 半陰也是 完全不夠 半陰是解釋 半陰是解釋 他的情況是 是離職再申請一個神職 他是遲了職再去打另一份工 而野良那就是 我正在打這份工 我再去找另一份工做 這個個案不一樣 所以半陰是 寫了一個很正式的申請 所以他才不會成為野良 因為其實野良的就是 可能就是神器很想走 但是主人不讓他走 但是神器又很想去另一個主人 但是因為這個關係解決不了 當然香港沒有任何問題 你喜歡離職你就離職 你喜歡檢職檢職 因為神器是有神賜名的 所以怎樣也有關係 所以你先要剝奪他的 所以其實看到野良身上很多名字 多名到那種是一種紋身 好像禁忌符咒 我就當他是禁忌的神器 然後其實最主要的劇 《君三門編》 因為真的太大了 《君三門編》 其實《君三門編》 是佔了現在的漫畫 現在的漫畫的話數 其實最少三分之一的劇情 而且他牽涉到野良以前的過去的事 所以如果是動畫一季 他完全做不完 他有帶了這個角色出來 但最主要來說 其實是眼鏡的神器會大得多些 《君三門編》 《君三門編》 所以整體上 我看了八集 我不知道 但我聽剛才 《君三門編》 《君三門編》 他失憶的一節是說什麼 《君三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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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一節對應 其實我想 他被野良剝奪了記者 原作漫畫面 《君三門編》 《君三門編》 和野良提議過 斷完的 但野良有做過 這部動畫版面 就說魔徒神幫他做了 而如果你說失去記者這一段 當然不是人為 《君三門編》 《君三門編》 其實漫畫到後期 都有一段 是論次的劇情 我想是他取材了 那裡的idea 他拿來做一個《君三門編》 因為我想他偏偏所限 因為他其實做完 我以為這兩季 其實做完雪蔭那篇 其實應該只剩下兩集時間 我想如果聽你們說 《君三門編》這麼長的時候 他可能就真的斬了 來攝一集 少一點的案件 放進去 放進去 那兩集的位置 《君三門編》 但這套 整體上 除了講故事 其實我們 我喜歡的地方 因為他的佈局 就是 他的角色 《君三門編》 《君三門編》 我覺得角色鮮明 角色鮮明 即是鮮明度之餘 而且很多時候 角色不是單單是這件事件 就是他跟很多事件有關係 就是把角色不斷搬出來 而他也有自己的崗位去執行 所以令到 就算角色不多 我都會覺得 這班人是很close的 你覺得他們真的是 互相影響 一班人是同一件事 在行動 互相影響 譬如說 《芝一盒》 動畫其實也有說過 有一次找了 《貧雄神》幫手 然後他無緣無故開了《風月》 可以逃避妖怪出來 但《別沙律門》那邊 他就會 去除妖 有這些牽連道的劇情 會走出來 我覺得這套是頗好看的 其實很多套作品 例如《日和》 如果你換了其他作品 可能會有《日和》 《日和》 他會懂超能力 懂法術 但《日和》 《日和》 也不懂 《日和》 《日和》 在其他方面 精神上 和朋友上 會支持 《夜斗》 我覺得他的定規很棒 他不會有戰鬥力 但他有劇情很重要發揮 這個位置 他排得這個準則 挺好的 但他從頭到尾 都沒有幫他解決 這個靈魂分離的問題 沒有人懂 《夜斗》 收養子不做事 因為這個 其實牽涉到 不劇情的奧妹 牽涉到日後一個 比較重要的劇情 所以 其實 《夜斗》 《夜斗》 不是不想幫他 其實 但幫了他 之後 牽涉了其他 所以他才不想幫他 《夜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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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一閃流 我這套東西就不會很著重重體戰鬥了 但他有一個做得我覺得是頗上心願目的地方 就是除妖那時候 他出來的效果出來是給我的感覺是好 原作沒有的 是動畫才有的 我覺得動畫這個加成是好 你意思是否譬如我炸了一招的聲音 好像奏文那些 爆炸了 是給了戰鬥的氣勢出來 因為本身這套東西這方面一定是弱的 當然你說要去到強去之後表不明白 就是我知道他沒有講的昆山門編之後 究竟會怎樣去表現 因為昆山門編之後戰鬥的場面會有很多 所以其實這個就要看 我相信應該有第二季 第二季應該做兩季才有時間做昆山門編 昆山門編一季就搞定 我怕他會去分三季 不過你說原作的份量現在都沒有到 雖然他已經足夠做第二季了 但我想看時間 總比看《統魔法戰爭》的第二季 你不要又帶他出來 對啦 即是神兇水 我的觀念很大 是否很想聽眾去找來看看 很想把他放走去找人 所以其實這套新回來以故事和人設 人設各方面都值得一看 而且看完之後我覺得你真的不介意這麼快知道劇情的話 我覺得真的可以追回漫畫版 因為漫畫版給你那個劇情的感覺 風伏當 其實有真是 原著是不是漫畫 原著是漫畫 就是漫畫應該最快進度 動畫有很多地方他忍了不說 或者改了呢 其實看漫畫比較好 沒有用到那麼盡 所以我剛才說一些不太討厚的設定 我看他動畫版都略為去修減了 動畫版有一個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淨化雪音的幕其實做得不錯 那是前期比較重要的場面 他做得好 不是做得好的意思是他那個畫面的震撼性是有在 即是說野斗因為他而辛苦 以及他在淨化的時候他的掙扎 這些我覺得是做得出來的 動畫這要賺 所以這套是要賺的地方 在今季來說 雖然真的是驚喜作 我覺得是良作 一開始我沒有看漫畫 我看完動畫之後看一兩集 對我來說 我看見神哥浩士做主角 應該感覺好像差不多那類型 我輕鬆我好像是笑片 又好像看得下但一看下去我覺得 有劇情之餘亦都有不同的表達 我覺得可以的其實真的 因為其實你裏面就算他説最草棘說自殺那些人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思考的立場在 你要看見他在每個人的立場之間 去教材如何理解大家 反而這些我會覺得是優秀的作品 他中間有個自殺的學生 他的動畫版修改了不少 所以我說修改了很多 其實他修改了很多 但以看動畫來說 你不會發現有什麼異樣 或者有什麼脫漏 是唯一的 他還沒埋到尾 就是剛才跟二行姐說的 就是說雪茵 開頭偷畫版的那一集 會有一點點違和 這就不算是很大問題 之後也沒有了 所以這套就真的 我說他有問題的地方 就是他前期 即是未發生那件事之前 那一篇 說其他東西的那一篇 好像看下去雪茵是一個很乖的小孩 但他後面 原來為什麼雪茵會弄得那麼低 好像變成前後有個不等待的立差 但這套都是我們主持 其實都相當推介大家可以一看的 如果你有時間的時候 不要花些時間在什麼戰爭 當然 不要看那些魔法律 浪費時間 是這套 好 那我們去下一套